大家好,我是Fabio,今天我有个特别的人物,我等一下要去一个新女儿的家做菜,那我们要做哪一种料理呢?来,跟我一起去。 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欢做菜,可是最重要,你们要好好选你们需要的东西,来,我们看看这里有什么新鲜的食材。 我等一下要做的料理,我需要红椒,那红椒的部分,其实不要打软,不要打硬,而且很健康。 你也在选肉吗? 在加肉。 是是是,我在选牛小排。 你们喜欢吃几分? 我家里都吃5分,但是这个小牛排比较适合7分,那个果干会比较好吃。 适合7分,口感比较好? 好,谢谢。 我今天要做的料理,就很适合那种半煎牛排。 食材,卖好了,出发。 。 哈啰。 哈啰。 你是贝尔吗? 真的,你是法比尔吗? 是,哈啰哈啰。 我来这里做菜。 太好了,太好了。 你好,你好,你好。 我刚才去买东西,然后好像没要一起做菜,对不对? 太棒了,太棒了,那请进行进行进行。 你好,你好。 我看过剧片,你来看。 你好,你好。 今天很高兴认识你们。 哇,煮饭很漂亮。 对,因为我们平常都有带吃菜。 很关销。 你喜欢做菜? 嗯,我会很喜欢做菜。 OK。 因为,总数也快到了,对不对? 已经到了,所以我们要做一些烤肉的料理。 平常,台湾人都会用这种烤肉酱,不健康的酱。 那我今天又做比较自然的草味料。 比方说,第一道菜是用锋利大蒜,然后醬油,跟一点点糖。 做一个酱,然后用那个牛肉跟那个红椒和洋葱。 第一道菜就是那种雪花牛排。 要用一些意大利的香料。 然后,香菲、胡椒、盐巴很简单。 然后,一个吐司,五分钟就OK。 那第三道,就是用烤箱的。 然后,用奶油跟大蒜。 然后,下面一点点胡椒跟盐巴。 我觉得,都是用比较自然的草味料。 你们选好肉的时候,不要用太复杂的酱。 自然就好吃。 配偶咬肉去面酱omi 黑广诅。 耶,完成了三道菜。 好了! 哇啦~! 哇啦! 好香喔! 好香喔! 好棒喔! 鱼肉丁。 謝謝烤肉 這個是我們可以一起分享的 像在法國一樣 謝謝 謝謝 中秋節快樂 中秋節快樂 謝謝 喜歡你們喜歡 謝謝 今天要法比歐正在來到我們家 叫我們做菜 然後從參加比賽到現在 就是覺得一直很不可思議 然後這次全家吃的都非常開心 尤其是我爸爸媽媽 因為他們平常就很喜歡吃美國牛肉 然後這次又學到不同的做法 所以很開心有這個機會 跟法比歐正在做菜 我又準備一個禮物要送給你們 我很開心今天可以來你們家做菜 然後一起過九中秋節 因為很重要的節日 喜歡你今天很喜歡我們一起做的 因為大家其實很會做菜 對 今天才發生 謝謝你們 謝謝 還有中秋節禮物 我剛剛準備三道不同的料理 用美國牛肉 每個部位不一樣 可是口感還是很冷 我覺得這個美國牛肉很適合全家人 因為中秋節就是跟家人一起吃飯 然後看到爸爸媽媽都很開心 我覺得我覺得我的任務非常成功